用Narrow Burying Room来烧录资料 首先我们选用应用程式清单 然后选择Narrow Burying Room 我们来烧录我们的资料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步骤 我们来选择左上角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是CD还是DVD 然后譬如说我们是CD好了 我们选择CD 然后看我们要烧的资料是什么 如果是一般的资料的话 我们就选的是CD-ROM 如果是音乐光碟 我们就选音乐光碟 如果是要复制CD 或者是Video CD等等 制作Video CD 或者SVCD等等都可以 我们这边就以我今天要烧录资料为例 所以我就点选CD-ROM 然后我们来看 看这个选项里面 第一个要不要多重区段 所谓多重区段就是说 我知道要不要分段烧录 等于说今天先烧一段 下一次还可以再继续烧第二区段 这样子 好 那么 我目前做的是无多重区段 在ISO限制里面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里面所烧的资料包含的长档名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必须选 最多11 8加3 的Level1 如果说我要支援到31个支援的话 就长档名到31个支援的话 那么就是Level2 好 那过来呢 这有个宽松限制 宽松限制我们勾的越多的话 那么可以说它限制就越多 所以如果 我都不勾选的话 它的适用性就可以适用在多种OS上面 比如说我这边勾 比如说允许路径超过255个支援 8成以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只能限制在某些OS 比如说Windows系统 如果说我这边少勾几个的话 或是都不勾的话 那么这边光碟片呢 它以后所能对于OS的适用性就会增加 好 过来标签 我们这光碟标签 看是什么样的光碟标签 好 那如果都好的话呢 我们就按新键按钮 那么新键按钮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是空白的 我现在把档案加入 所以我按右键 然后选择新增档案 新增档案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或者按增加 比如说我要把第13张的 这个资料夹全部加进去 我就按增加 就这样子 那假设我要把12张加进去 我就按增加 就这个样子 好 那这时候我不要了 我就按关闭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来选择 烧录机 看是要烧录到 印象档 或者是说一般的光碟片里面 就这样 好 好了之后我们按烧录 那他就会开始做烧录的动作 那么以上呢 就是NarrowBring Wro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馆